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把客人领进接待室 有时让客人做主作 自己做在偏作 他给客人让烟 自己也抽上一支 虽然毛泽东平常不喝酒 但出席外交宴会的时候 他有时也这样豪爽地和客人喝上一杯 在饭桌上 他甚至给客人补菜 会谈结束 他把客人送出门外 目送客人的车离去 美国传记作家特里尔向西方人说 毛泽东在他的中南海发现了非洲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 是与毛泽东最早握手的非洲国家首脑之一 1967年 卡翁达第一次来中国 是带着一枚毛泽东像张和毛泽东握手的 在谈话中 毛泽东充分阐述了中国非常重视和亚非拉国家交朋友的想法 1974年 1974年2月22日 在北京和卡翁达第二次握手的时候 毛泽东已是81岁了 会见的气氛非常亲切 后来 他翁达回忆说 毛泽东非常平易近人 我的夫人戴着手镯 她问是不是象牙座的 我回答是象牙座的 夫人们为了表示对她的敬意 用的是非洲礼节 她用同样的礼节来回应 也行屈膝礼 这给非洲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吉兴格后来在回忆中说 当他看到我的妻子 觉得有趣的是妻子比我高那么多 他对此事做了一番评论 问我对比男人还高的女人 有什么感觉 吉兴格觉得 这位中国的领袖 在外交场合也是那么本色自然 让人感到很亲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在外交场合也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